我和老公Teddy Coffee都很喜歡吃士多啤梨 所以今天就決定帶他們親自去摘士多啤梨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朗平的士多啤梨園 那裡是沒有入場費和沒有最低消費的 士多啤梨就一百元一磅 我們現在出發了 士多啤梨停車場 這裡有一個 它的泊車收費就是全日五十元 你一來到停車場就會看到工作人員收費 停車場的對面就是朗平士多啤梨葡萄園 一進來就有很香的士多啤梨味 很多士多啤梨 真的 這裡還有烤雞吃的 好熱鬧 嘩不要扯我 在烤雞的牌裡 會看到一些紅色籃 自助自己拿籃去摘 摘完之後 拿來磅 給錢就可以了 除了拿籃要拿剪刀 我們現在準備好了 嘩好大顆啊 這顆好大顆啊 是啊 一定的了 熟得了 嘩 嘩 哇 那些士多啤梨呢 多到摘都摘不了 他這個方法也不錯啊 因為你會摘得好開心 所以翌翌翌翌就摘到一籃 但狗姐我都不放心讓牠們下田 我怕牠們自己去吃士多啤梨 所以我們就輪流去摘士多啤梨 然後另一個就看著牠們 看爸爸摘了多少士多啤梨 待會一起吃士多啤梨好嗎 這裡除了士多啤梨 還有其他的蔬菜 好像矮瓜、唐生菜那些 都是一樣摘完我去磅 原來不覺不覺 摘了3磅士多啤梨 302元 一起吃 給那個 甜不甜 嗯 好吃 哇 Coffee 錢 多不多汁啊 多汁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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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太多了 很好吃 他們這裡有種淡雪的 130元一磅 放鬆 買了耳鮭 買了蘿蔔和唐生菜 下班 蘿蔔和唐生菜要82元 現在爬不出來 去完士多啤梨園之後 我們現在去吃晚餐 位置就在元朗那邊 是一間新開的泰國餐廳 但已經火速爆紅 這間餐廳的室外位 有一架架的包商車 但我昨天打電話去 已經敷光了 但它還有一些室外位 可以walk in 為了第一時間把這間餐廳的訊息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這次坐不到包商車 都要照去 養狗的人真的多遠 只要聽到可以帶狗隻都會去 這次去這間餐廳 位於元朗新田 新田其實是近駱馬洲那邊 不過如果你去士多啤梨園的話 開車大概15分鐘就到了 這間泰國餐廳都有自己的停車場 對喔 你多餓 哈哈 剛才問了老闆娘 她說外面的彩色卡車 如果要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 預約的話 至少兩個星期前 不過預約不到也不要緊 室外圍都有帳篷 有頂 所以都可以舒舒服服地坐 這裏都有很多食物 有特色小吃 有燒烤 有圓隻燒雞 還有羊扒 魷魚 另外就有冷盤 有木瓜沙律 或者芒果沙律 另外還有泰國小菜 那都是一般的泰國菜 哇 甜品是多一點選擇的 蝦片是送的 很貴沙味 而且這裏是大小狗都歡迎的 看他多漂亮 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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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裏是大小狗都歡迎的 看他多漂亮 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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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東西 非常脆 连狗仔都会吃客菜 谢谢你收看我们的短片 看完呢麻烦你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个like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要按旁边的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个影片了 拜拜